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49集 杨谷 白小春沉默不语 灵九天尊深吸口气后也一样沉默 他不是不想救 因为他知道的情况要比白小春多一些 而越是知晓就越是明白自己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去阻止这一场灾难的发生 许久 当蜘蛛网的覆盖已超出白小春的目光时 方言看去 整个大地都是无尽的蜘蛛网 散出的诡异气息可以腐朽一切 带走所有生机 在这惊人的覆盖了近乎一半第二仙玉的蜘蛛网的天空上 除非是天尊 否则的话 无人可以自保 灵九天尊墓中有些复杂 更有不甘 第二仙玉对他而言 如同其自家一般 可如今他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其毁于一旦 通天王 你之前传来的消息内所说的玄九郡之事其实早就在圣皇与邪黄的意料之中 甚至这里面更有他们的暗中推动 所以你当时将此事报上后 圣皇才无动于衷 甚至将其暗中压下 而你毕竟不是圣皇朝的天尊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知晓 可你不知道 那大节内的存在 他是竹崽的分身 灵九天尊话语一出 白小春猛的转头看向对方 目中露出精芒 竹崽 白小春若有所思 灵九天尊的目光 落在了永恒仙与苍穹上 那尊庞大的 遮盖了半个天空的巨人 当年 残善到来 撞击在巨人竹崽的手臂上 曾撞下了一块黑色的碎石 你还记得那段时间 圣皇与邪皇同时失踪吧 他们二人正是去争夺那块碎石 猪崽身上的一块肉 对于太古而言 那 极有可能蕴含了太古 突破到猪崽的秘密 哪怕此事虚无缥缈 可但凡有万中之一的可能 也足以让太古疯狂 只是这两位太古 他们抢夺一番彼此警惕 可却在这争夺中被那块肉逃走 不过这二位也的确是狠人 已经算出这块肉若没有成长起来 其所蕴含的主宰秘密唯一不可差 所以他们断定 这块肉必定在之后的日子里 会疯狂的吞噬升级 玄九郡的世界 让这两位狠人立刻明白 那块肉开始成长了 只不过这两位皇者并不满意 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而是任由这竹崽分身成长 甚至不惜将这第二陷遇 当成是这竹崽分身的养分之地 他们等的 就是这竹崽分身彻底成长的那一刻 而现在 怕是他们已经快要到了 零九天尊心底有悦 此刻不吐不快 索性将一切都告诉了白小春 白小春听着听着 气息粗重起来 这些事情他丝毫不知 此刻心底更为低沉 而目中寒芒更生 这种夹在别人计划中 随时被放弃掉的事情 让他想到了通天道人 当初对自己的计划 以及吞噬 以大半个鲜鱼的众生为养分 让这竹崽的分身成长 生黄与泄黄 只是在玩火 白小春一字一字地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冰寒 这种事情 他之前哪怕有猜测 可如今 从零九天尊口中说出 白小春还是觉得 心中生起振振寒意 他虽不是那种同情心泛滥之人 可依旧对于这 放弃了大半个鲜鱼的众生之事 无法接受 就在白小春这里 心中极不舒服 零九天尊 也内心怨念翻腾的同时 这片蜘蛛网的蔓延 亦无边无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苍穹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闪殿 这闪殿 足有千丈之长 从远处虚无轰鸣而来 所过之处 苍穹斯咬被生生的撕开 巨降震天 轰动整个大地 甚至就连那扩散的蜘蛛网 也都在这强烈的 难以形容的雷霆中 蒙得一顿 白小春 与零九天尊立刻抬头 顿时就看到了 在那闪殿撕裂虚无中 圣皇的身影散发着刺目的盛光 周然降临 一同降临的 还有冷酷的古天君 嘴角带着阴柔笑容的司马云华 以及头发花白 可目中却有精芒的陈素 加上零九天尊的话 圣皇朝四大天尊 此刻全部在这里 刚一出现 圣皇就墓内带着一丝难掩的激动 看都不看白小春与零九天尊 身体一晃 直奔下封蜘蛛网 在那蜘蛛网外观察时 司马云华等人 也都到了零九天尊身边 相互见过后 对于白小春这里 哪怕心中不喜 可以还是点了点头 可还没等众人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的 苍穹再次传来一声惊天忽明 随着巨像的回荡 只见天空的尽头处 直接就凭空的幻化出一股浓密的黑雾 这雾气瞬间临迹 远远一看 这雾气居然组成了一尊雕像 这雕像散发出滔天的魔气 乱动八方的同时 也在这昏明中将临到了不远处 随着落下 这凝聚成雕像的雾气立刻散开 露出了其内八人 这八人中 荡手之人身穿地袍 带着地关 看起来是中年 可却不怒自威 尤其是其双眼 仿佛蕴含了天地变化 他只是目光一扫 立刻就让白小春等人全部呼吸一致 尽管从来没见过蝎黄 可白小春还是瞬间 就知道了这位中年男子正是蝎黄 尾时那一身地袍 以及太古的气息 好似烈日挂在长空 其气质与圣皇相似又有不同 这蝎黄明显给人一种冷酷薄情之感 冰冷的 好似不化寒霜 其身上散出的气息 更有圣皇所不具备的霸道之意 若仔细去看 还可以看到 他的眼睛瞳孔内 居然藏着两把黑色的飞戒 那两把飞戒 就仿佛是他瞳孔的核心 他与圣皇一样 都不是独自前来 此刻在他的身后 赫然站着七人 这七人有男有女 正是蝎黄朝的七大天尊 公孙婉儿 士陵上人 元妖子 广睦天尊 绝地天尊 都在其中 还有一位满脸褐色斑点的老玉 可这所有人 此刻在白小春目光看去后 连同蝎黄在内 都瞬间于他的目中模糊起来 唯独清晰的 就是众人内的一个黑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明明只是天尊出气修为 可他站在那里 浑身上下的气势 以及给人的感觉 都仿佛仅次于邪黄 在白小春看向他时 他的目光也在这一瞬 落在白小春的身上 二人的目光隔着不到二百丈 在彼此凝望的一瞬 白小春的呼吸立刻移簇 双目瞬间出现血色 通天道人 白小春 沉住呼吸 缓缓开口 这中年男子正是杜灵飞的父亲 通天道人 白小春 通天道人眯起双眼 目中露出寒芒 冷冷地望着白小春 白小春想到过很多次 自己再次看到通天道人时 会是在什么地方 自己是否能够控制得住 往日的仇恨 直至现在 他明白 自己控制不住 哪怕这里不适合动手 可他还是在看到通天道人的遗数 体内的修为与杀机 压制不住的轰然而起 没有半句废话 没有半点迟疑 既然有了出手的冲动 白小春索性不去压制 此刻身体猛的一步走出 速度之快 瞬间就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通天道人 白小春的突然出手 通天道人没有意外 他目中一闪 露出一抹阴冷 忙得上前 右手掐绝中 立刻 他的九大道门 居然同时出现 光芒晒药节 那九大道门 排列在他的身前 形成了璀璨的阵图 随着通天道人 双手先前狠狠一推 天尊修为 骤然爆发 虽只是天尊初期 可他所表现出的战力 与强悍程度 竟无限的 接近天尊中期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